大家好,这里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成名之路 今天播的主要内容就是我前两天踢的一个州赛的门票赛 这就是我用这套阵容一套4321 因为州赛有要求嘛,一个联赛最多只能有4名球员 所以我就拿法国混搭了一下,加上手里有的人 好多人是租借的卡,向恩作比也是租借的 勒马也是租借,拉卡泽特也是租借的 托里索是我投资的,还有这个新转会到热刺右边后卫 之前这个位置还用过西索科,后来我做SBC用掉了 我手里还是没什么钱,所以我用这套阵容和另外一套阵容互相为替补 另外那套来的阵容就是踢线下比赛,摔一些金币 刚才大家在画面中也看到了,对方这套阵容也是好多租借的 就是卡随便打一打,化学也不是太好 但是阵型是一个防守反击的阵型 我也是踢线上的比赛不是太多 上期成功之路只踢了两场吧 这个可能就是第三场吧 且过15分钟被对方这个令反击进了一个球 然后我们也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比如这个球拉卡泽特跑下对方的后卫 但弹刀他门将出击的时机比较好 最后射在了门将的身上 但是总的来说上半场我创造的机会不如对方赌 对方小反击打的还是挺舒服的 这个球也是非常耐心的配合啊 最后找到阿卫扬 这个球他没进真的是我运气好 然后这是来到下半场 我的防守也不是太好 大家可以看出来对方拿球的时候 我的防守队员离他差不多都五米远 基本上对人家的传球造不成什么威胁 结果这个球刚以为能造成点威胁 人家一个脚后跟传球就传过来了 所以我还是也没断下来 结果在禁区里对面应该是凯塔吧 呼伦了一脚 这个球是我运气不好 结果被他蒙进了 反正之前我踢的节奏 我感觉不是太好 就是靠全球推进吧 好多球都能被他预判到 传到那里 所以丢了这个球之后呢 我稍微调整一下 踢比赛节奏 增加了个人的带球 就不是一下传 拿着球就传 拿着球就传那种感觉啊 感觉渐渐好一些了 就之前的防守也还好吧 70分钟丢两个球也不是很多 对飞行18来说不是很多 不信大家看我在ready上看一个帖子 双方一共踢得进了19个球 我们回到这个比赛啊 然后72分钟的时候 又是拉卡德特一技之塞 帮助我们比分扳平了 所以我想说的是 大家不要轻易的放弃 尤其是在游戏初期的时候 就是输赢都很正常 因为大家都在摸索阶段嘛 而且fifa18的防守的感动比较大 大家都是在摸索阶段 就是前一开始丢两个球 丢三个球 我觉得都没所谓的 而且游戏刚开始嘛 秉承的这个心理应该就是 我要练习 我要多熟悉防守 输赢可以放淡一些 然后这是第二个对手 5221又是一个防守反击 不过感觉他这套阵容 也是就是随便搭 化学也不是太多 可能是手里有谁就搭谁 那这场比赛我们题台非常考 这个球就是西索科 近距离一个打圆角 1比0 接下来我们应该还有一次机会 16分钟的时候 先是一个假扣 缓害对方的防守 你看其实对方中尉 完全被我拉卡德特过掉了 然后分给勒马 可是勒马这一射门不好 要不然的话 就能锁定这个领先了 这19分钟一个搓射 又是被对方门将扑甩了 其实机会还是挺多的 应该直到27分钟 勒马实在拉卡德特一个角色磕球 反正我觉得这板还是要多 擅用一些skill moves 因为本来防守就难嘛 你再多用一些skill moves 多做一些节奏的变化 对方就更难猜测防守了 这个球是那个 鹰甲的右边风 现在上了鹰超了 进去外一句远射 这个球进的还是挺漂亮 这应该是我线上第一级远射吧 另外大家看这种集锦节目的时候 像陈门之落或者其他播主做的节目呢 因为都是集锦类的 他不可能把全场比赛都放上来 其实有一点好处就是 你可以很快的学到 在哪个地方射门的效果最好 因为你可以一期节目看到 十几个进球没准 然后他就会相当于帮你总结 在哪个位置进球更最多 然后在哪个位置进起球来比较容易 像刚才那个远射就是45度 进去边上45度打圆角 那个方向其实远射起来也很容易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 进去内这个推远脚两下射门 都是一些进球的好方式 然后像我又先丢一个球 对面奥巴梅扬在进去外脚搓射 然后就这个角度45度搓 这应该也算是远脚吧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进球方式 因为一会儿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虽然我们1比0落后呢 我们还是没有放弃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代不比防守 就看谁进球多 然后很快我们又勒马 搬回来一个球 勒马我是有时候还是能干一些事情的 但总体来说我觉得不向大家推荐 这个球又是勒马 虽然门将碰了一下 还是弹劲了 反正就是拿到球的时候 我尽量多做一些 我尽量多控一下 做一下就是变化 那样的很容易缓开对方的后卫 找到更好的舍门机会 这个球拉格德特跟这个恩佐比作二过一 非常漂亮一个球 所以我们29分钟的时候 已经反超到3比1了 对面虽然开场都叫远射 但他其实总体来说 防守一般 然后进攻也没什么太多的思路 一般都是远射 这个球要进的话就非常漂亮了 都是这个盘球的待人 这来到基本上战场会结束 对方又拿到一次机会 你看到没有 他都没想着要进去 又是在进去 还是这个位置 跟那个我第一个失球是一样的 又进了一脚搓射 你就可以知道在这个位置 搓那个方向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大家有机会也可以试试 当然对这个球员的可能 毕竟是搓射 可能对射门的弧线有一些要求 但是你都可以试试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点 远射今年也还是挺容易的 相对于来说 如果你打不到进区里面 远射一下未尝不可 对面其实都是远射 结果他也进了两个球 我这都52分钟了 才四个球 但总是还说 我觉得这场比赛发表还是不错 这个球又被判断点球 就是我赶紧求你 我说对面又有机会 就是不能很快的杀死比赛 哈达尔把这个点球送进 4比3又是很胶着 但是我们总是来说 还是比对面水平高嘛 也是在不停的变相 不停的包肉啊 也不一定要把球往前传 往回传也是可以的 做二过一 然后反正就是做一些对手 猜测不到的传球和动作 然后又是在进区里 一个两下射门推眼角 把比分拉到到了5比3 这个球是勒马 乐巴尼可以看出来 他速度还是挺快的 身体还好 但是他只有这个三星 就做了一个包肉 分到中路再分到边路 6比3上比赛 基本上就拿下 然后对面就把手柄放下来 但是我也没介意 我还是在练习射门和传球 又进了他一个 然后他又把射柄打起来了 混到一个角球之后 一罚就进了 他就随便一射 就已经4个球了 我这是耐心的 传控了蹈脚 希望找到绝对的机会 最后也只进了8个球而已 而且你看到对方 6次射政进了4个球 我16次射政才进了8个球 不过不管怎么说 我们最后还是赢下来 来到了决赛 如果能赢上来的话 那就非常好了 不过决赛都稍微有点压力了 我也不知道对手是怎么样的 结果碰到一个对手 我觉得这种还是不错 至少化学是满的 能看出来他是用心搭的 而且这几个球员性价比 还都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右面的威廉姆斯 我可以向大家推荐一下 属于那种性价比非常高的球员 速度又快 然后身体也不差 还有4颗星的Skill Mousse 但是这场比赛 可能也是运气好吧 开场这一个非常耐心的船切 就创造成机会 两分钟就一云领先了 所以当时就心情就稍微放松下来一点了 结果呢 也是没守住 我以为这下 这个中场 这回撤能把球断下来 结果没有 让他进去 就转了两圈 最后把他碰到了 今年点球系统我也说不好 就有时候你觉得你碰到他了 没事 有时候你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呢 然后就判一个点球 还好我们扑下来了 这个球扑的真是运气 不点球全凭运气 这个球拉走他一个后插上 非常好 然后我还是在做无球黄洞 R1 然后这个球你能看穿作比 控球不好了 RB加短传塞到进群里之后呢 他一气清球没球好 直接停到边线上去了 这个球是那个英超的边峰 一个背巴斯宾进来之后 然后我还是在做RB加横传 感觉这个不如去年那么好用了 有时候你到禁区传进来的话 有时候也传不好 但是如果进去人少的话 RB加短传的这个横传 效果还是不错的 结果没传好 扭头被人一个反击 对面也很耐心 最后扑完没摇嘛 尽管一个远射 差一点 我觉得对方上半场也有机会 其实踢平 我觉得也是一个合理的比分 像这个球运气不错 一个假扣 没想到 球弹回来了 最后再一个横传 20比0 所以有时候运气 也不能说不重要 结果对方就直接退了 故意他心寒了吧 但是我觉得他要坚持的话 我觉得他下半场 进我一个也不是没有机会的 就是退的太早了 我现在觉得 仍然是不推荐大家退出比赛 初期大家就应该多练习 而且像飞夫18这种防守这么奇怪的版本 最后比赛谁赢谁输不到最后 谁都说不好 然后最后还送了卡包 什么都没卡出来 黄马这个看起来不错 但是只有三颗星的SKU慕斯 这四场比赛 踢完我总结一下这套阵容吧 基本上给我印象比较好的 是拉卡泽特 拉卡泽特控球圣门阵 都是非常有钱的话 推荐大家试试 勒马尔一般 因为他只有三颗星SKU慕斯 身材不太高 但他看着倒是不瘦 但是终归不是一张特别好的卡 有缺陷 这张卡也还可以 这张卡好像还是去年英冠最佳球员吧 有四颗星SKU慕斯 他控球圈不错的 速度比卡面上感觉要快一些 然后其实他射门还可以 唯一的缺点就不够壮嘛 但是如果你是个控球性玩家 觉得操控还不错的话 他也倒可以一试 不理所攻守还是挺平衡的 也是不错一张卡 安卓比就是速度偏慢一点吧 之前的希索克也不错 这张卡也可以 这张卡速度也不慢 然后他非常壮 187一个中场 后卫这张卡一般其实 然后这个中卫名好说的 曼加拉也一般 他速度还行 但是站位不太好 这个边后卫应该还是不错的 很壮 速度也不错 这个门将中文中举吧 接下来呢 我再给大家放一点RSBC内容 应该是混合国籍吧 还是推荐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坐一坐 应该不是很贵 FoodB站还是有一些作业的 但是大家尽量不要照抄 尤其是那种有银卡的 你要提前查一下 因为好多银卡的价格 现在已经被锁上了 所以尽量抄一些有金卡的 再怎么锁也不会贵的非常夸张 然后做SBC的时候 尽量不要直接买队员 就拍 其实拍是你做SBC的好朋友 而且你一次可以多拍几个 富裕的话 你可以扭手在卖 这样拍的过程中 你还可以赚一些钱 目前为止除了 连4SBC出这SBC 觉得都是可以回本的 成绩来说 因为好多都是给球员 虽然球员你暂时用不上 不知道哪天哪个球员就涨价 你现在其实应该在俱乐部里 渐渐多积累一些球员 尤其是你不用理点开卡包的话 反正我做这些SBC 大部分球员都是白菜价 就是要用到的 有些是我自己有的 有些拍的话 最贵的也超不过1000 1000亿的样 所以一套正中换出来 可能就六七千 你可以看到这些卡包 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好多金卡的队员 虽然我手黑 没开到什么 然后还有好多消耗品 消耗品的过两天 周赛一开始 都蹭蹭的涨价 到时就是你收钱的时候了 最后呢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些球员吧 也是网友留言告诉我的 还有一些我在网上找到的 我就不一一谢过了 这个阵容的连接呢 我也会放到视频简介底下 都是一些性价比较高的球员 有些我没试过 但是其他玩家都试过 应该还是不错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围绕着一些球员的 组个阵容试一试 最后的最后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最后一场比赛穿的球衣 是一个红色的可口可乐的球衣 北美呢你可以在一些商店 买掉一些特殊的可口可乐 然后会送你一个优惠码 可以在主机上把这个码兑换掉 换到一个卡包 那卡包里呢 有可能含这个球衣 也有可能含一些 就正常的一些卡包球员啊 或者消耗品什么的 我不太确定 因为我只兑换过一个 我手里还有一些呢 所以我想发给我的观众们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这期就发PS4的好了 优酷发一个 YouTube发一个 在这期节目上线的24小时之内呢 我会在视频后面留言 留言里会有PS4的兑换码 谁先看到呢 谁就先去兑换 谁先兑换呢 就是谁呢 好了 这就是今天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节目吧 也祝大家好运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 也不要忘记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